诗篇第九十一篇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为亲眼观看 见恶人招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狮子和回蛇的身上 践踏哨状狮子和大蛇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极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诗篇第九十二篇 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十玄的乐器和色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序类人不晓得 鱼丸人也不明白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望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为你耶和华是至高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由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敌招报 我耳朵听见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一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篱笆嫩的香白树 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人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 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义 诗篇第九十三篇 耶和华做王 他以威严为衣穿上 耶和华以能力为衣 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 你从亘古就有 耶和华 大水扬起 大水发生 波浪澎湃 耶和华在高处 大有能力 胜过珠水的响声 洋海的大浪 耶和华 你的法度最的确 你的殿 永称为圣 是何宜的 诗篇第九十四篇 耶和华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啊 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 恶人夸慎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他们叙叙叨叨 说傲慢的话 一切作孽的人 都自己夸张 耶和华 他们强压你的百姓 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又杀害孤儿 他们说 耶和华必不看见 雅各的神 必不思念 你们民间的序类人 当思想 你们余丸人 到几时才有智慧呢 照耳朵的 难道自己不听见吗 照眼睛的 难道自己不看见吗 管教列邦的 就是叫人得知识的 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 耶和华 知道人的意念 是虚妄的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 所教训的人 是有福的 你使他 在遭难的日子 得享平安 唯有恶人 我正说 我施了脚 耶和华 那时 你的慈爱 扶住我 我心里 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使我欢乐 那借着律力 嫁弄残害 在胃上 行坚恶的 岂能 与你相交吗 他们 大家聚集 攻击义人 将无辜的人 定为死罪 但耶和华 向来 做了我的高台 我的神 做了我 投靠的磐石 他叫他们的罪孽 归到他们身上 他们正在 行恶之中 他要剪除他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要把他们剪除 诗篇 第九十五篇 来啊 我们要向 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 我们的磐石 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 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 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 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 也熟他 海洋熟他 是他造的 汉地 也是他手 造成的 来啊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 耶和华面前 跪下 因为他是 我们的神 我们是 他草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名 唯愿你们今天 听他的话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玛萨 那时你们的祖宗 视我 叹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世代 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我在路中启示 说 他们断不可 进入我的安息 真言第十九章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乖谬 欲望的富足人 心无知识的 乃为不善 脚步极快的 难免犯罪 人的愚昧 轻败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 耶和华 财物是朋友增多 但穷人朋友远离 做假见证的 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终不能逃脱 好失散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爱送礼的 人都为他的朋友 贫穷人 弟兄都恨他 何况他的朋友 更远离他 他用言语追随 他们却走了 得着智慧的 爱惜生命 保守聪明的 必得好处 做假见证的 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也必灭亡 愚昧人 艳乐度日 是不合宜的 何况仆人 管辖王子呢 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拔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王的愤怒 好像狮子吼叫 他的恩典 却如草上的甘露 愚昧的儿子 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 如雨连连滴漏 房屋钱财 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所赐的 懒惰使人沉睡 懈怠的人 必受饥饿 谨守借命的 保全生命 轻忽己路的 必至死亡 怜悲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趁有指望 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 不可认他死亡 暴怒的人 必受刑罚 你若救他 必须再救 你要听劝教 受训惠 使你终究有智慧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施行仁慈的 令人爱慕 穷人强如说谎言的 敬畏耶和华的 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 不遭祸患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 他也不肯 鞭打谢曼人 虞蒙人 必掌见识 责备明哲人 他就明白知识 虐待父亲 念出母亲的 是遗修置辱之子 我儿 不可听了教训 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 匪徒做见证 戏效公平 恶人的口吞下罪孽 刑罚 是为谢曼人预备的 鞭打 是为愚昧人的背 预备的 是为谢曼人预备的 是为谢曼人预备的 是为谢曼人预备的